吉隆永昌佛伦社主席 现新任社长交接典礼 新任社长江玉泉 从现社长李逢承手中 接过运姓正式走马上任 交接典礼上贵宾云集 新任社长江玉泉博士 现任从佑影艺科技大学 担任公关室主任 典礼上邀请了双亲 出席观礼分享喜悦 对于接下来新的挑战很有信心 我们也曾接了第七届 这个逢承社长 我们在海大附中成立了这个扶照团 那我们预计在明年度 在第八届的时候 会针对这个中小学相关的一个教育 来做这个公益相关的一个活动 然后来推进基隆市的一些教育 相关的社福 从佑影艺科技大学也预计会跟金融市 这么合作这个特教大学的部分 那我们也希望在特教大学的部分呢 来可以来对金融的一个特教的学子 这一份力量 现任社长李逢成 除了肯定新任社长在教育界贡献之外 也系数了永昌扶仁社成立七周年 在历任社长大力推动下 不但实现了扶仁人宽容清善和服务的精神 最终改善金融学子就学环境 投入最大的资源 这七年以来呢 永昌扶仁社始终致力于公益活动的发展 也积极的在我们基隆市 不遗余力的在我们的各级学校呢 投以大量的资源 帮助学生的软硬体的设施 都能够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设置 那在我的任内呢 除了积极的在我们的地内国中 地内国小这样的一个广播设备 的一个资源的投注之外呢 我们也积极的与海大附中 一起成立了所谓的海大附中永昌扶哨团 我想热心工艺以及热心教育事业 一直是我们永昌扶仁社成立以来的一个最大的宗旨 我们的第八届社长呢 Kevin他本身呢 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界服务呢 有非常良好的资历 他本身也是博士Professor 那我们相信在他的任内 以他在我们教育界这么长久以来的资历 跟他自己的学经历呢 相信是在他的任内可以有更好 更好的一个发挥 那我们也期免他在第八届的社长的任内 能够继续带领我们的永昌 在公益的这样的活动之外呢 也能够走出一个新的格局 交界典礼上还举行了新社友入会仪式 金融永昌扶仁社不断有心血注入 希望秉持扶仁人的精神 继续服务人群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导